有人说它是烟灰缸 这瞧不起谁呢 人家是飞碟好不好 美国的飞碟 虽然现在只有躺在博物馆里面的命了 VZ9阿富罗飞车 差一点就让美国的飞碟梦得以成真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它的故事 故事的一开始 还真就得从飞碟讲起 那是在二战期间 盟军的飞行员们开始面临了一个新的挑战 在夜色的掩护之下 追捕并干掉德国的飞机 和今天的夜间空灾完全就不一样 它们没有雷达没有夜视仪 有的只有自己的肉眼和同伴的无线点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都变得异常的紧张 对一切出现在地平线上的飞行物都极度的敏感 敏感到什么程度 敏感到看到了一些 之前从来就不曾见到过的奇怪物体了 很多飞行员都向上机汇报 他们不止一次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灯光 似乎在跟着它们 并偶尔会对它们的存在做出反应 这些所谓的发出灯光的物体 都是非常的怪异的 从形状到飞行特性 都和它们眼里面正常的德国飞机 是完全不同的 考虑到有情报显示 德国人已经开发出了像V1这样的火箭 和像M1-262这样的抨击式战斗机 于是看到过这种现象的飞行员们都相信 他们一定是见到了纳粹的某种更为神秘的飞机 于是就给它起名叫做Full Fighters 类似于我们现在用的UFO 指的都是不明飞行物 一开始报告基本上都是被驳回的 他们通常被认为是由于飞行员太过紧张 加之战斗的激烈和残酷 所产生出来的类似于幻觉或者是误判一类的东西 压根就不该当回事嘛 但是随着这样的报告越来越多 上级也开始意识到 难道真的有问题吗 那还是调查一下吧 他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科学家领导 算是美国军方的第一个正式UFO调查组了 经过了还是挺长的一段时间 他们终于得出了初步结论 德国人在二战后期开发出来的 几种相当激进的飞机和导弹 是唯一接近于不明飞行物报告者描述的 这些飞行物的物理特征的已知飞行器了 说的非常含蓄 但等于就是官宣了 德国人的确可能拥有他们搞不懂的先进飞行器嘛 所以人们的想象力也就像洪水开了闸一样 一涌而出使整个二十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 有关纳粹飞碟的阴谋论在西方社会 弥散漫步 也使飞碟的形状和UFO 成为了流行文化当中重要的一个符号 因此出现这个玩意儿呢 就毫不让人奇怪了 既然德国人可能有飞碟 那美国人还有他的加拿大盟友 怎么就能没有飞碟呢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种可以非凡的速度和高度飞行 在战场上空盘旋 并在未来几十年主宰天空的飞碟 VZ9阿弗罗飞车的项目便上马了 虽然我们必须承认 流行文化当中飞碟的造型 肯定是对它产生了影响的 但是驱动它长成这个样子的 更为重要的因素 还是军方对于垂直起降平台的迫切需求了 能战已经开始 核武器已经在战场上得到实践 那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 未来发生在欧洲的新的重大冲突 必然会由核打击开始 这种情况下 还依赖跑道才能起飞的战斗机 和轰炸机 不无异于就跟废物直接划上等号了吗 不成啊 只能是不用跑到垂直就能起降的飞机 才有未来 而圆盘状的飞碟 既符合实际的物理特征 又符合想象当中最标准的 那个未来干嘛不是它呢 于是阿弗罗欧加拿大 英国著名飞机制造商 阿弗罗欧的加拿大影子工厂 便开始了这个尝试 它由捷克弗洛斯特 一位坚信德国早已经开发出 某种长成飞碟状飞机的工程师领导 计划利用涡轮喷气发动机的排气 驱动一个圆形的中央涡轮风扇 在碟形飞行器的下方呢 制造一个类似于气垫的空气缓冲带 使其在低空当中悬停 然后再加大推力 并向后引导就可以推动飞机向前运动了 根据它的设计啊 这架圆盘状的飞机呢 在起飞之后 是能够像一架正常的高性能战斗机一样运行的 它首先打动了加拿大政府啊 于是在1952年 第一笔政府投资呢就打进了账户 弗洛斯特呢也没有辜负众望啊 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就和团队拿出了一个木制的飞碟模型 照片看起来不错啊 也被疯狂的转发了 于是觉得很有面的加拿大军方呢 就大方的承认 是的 我们正在研发一个碟型的战斗机 参数嘛 呀小意思啦 也就是时速2400公里多一点点 能够完全垂直的起降而已 可是说归说 该拿钱的时候呢就开始支支吾吾了 在把钱花光制作了一个模型之后呢 弗洛斯特的团队有好几年的时间 根本就没啥资金可以运作嘛 直到1958年 这么一晃六年过去了 美国人出手了 因为此时呢 他们有了两个新的需求 而且看起来阿弗洛飞色 似乎都能够满足啊 第一个是啊 美国陆军正在市场上寻找一种亚因素的飞机 它既要可以用于侦查 也要可以用于在各种地形条件下的部队运输 诶弗洛斯特所声称的阿弗洛飞车卓越的飞行性能 不就正好能满足这两者吗 你看垂直起降 快速的在作战区域部署部队 没有问题啊 灵活机动 想拍哪儿拍哪儿 想怎么拍怎么拍 没有问题嘛 简直是完美的选择 另一方面呢 空军也有需求啊 但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一种无需跑道就能够起降的飞机 原因自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怕核打击嘛 而且这种飞机呢 还应该可以在敌方雷达的探测范围下方灵活的旋停 并在必要的时候以超音速起飞 拦截入境的战斗机或者是轰炸机 这个不也是阿弗洛飞车生成的强项吗 好 既然这样 五角大楼说 那我就接管这个项目 钱由我来出 弗洛斯特你放心大胆的干就完了 于是他就整出了一份长达117页的报告 详细的描述了这家未来飞碟的方方面面 比如一共会使用到6台窝盆发动机 会利用一种称之为康达效应的物理现象 会将其打造成一个多样化的武器平台 云云 并且呢 还不忘乐观的估计啊 它能够在地面上产生大约3万磅 也就是差不多14吨的推力 悬浮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最快速度可以来到4马赫的水平 最高也能突破到3万米 要知道这样的参数 即使到今天也是令人吃惊的啊 美国最快的拦截战斗机F15 也只能达到2.5马赫的速度 飞不过2万米的高度 感觉弗洛斯特只是在放心大胆的 闭着眼睛吹牛吧 但是有人听进去啊 一位陆军的高官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啊 UHE-E将会是陆军采购的最后一架直升机了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弗洛斯特已经改变了空战的游戏规则嘛 不需要专门再来个悬疑负责直升了 军方读完这117页的论文觉得很赞 于是同意出钱造两架全功能样机出来 先看看 1959年第一架阿弗洛斯特达生了 它是被缩小了许多 所以发动机呢 减半是装了三台 主要是用作技术验证和调试平台 你比如说 当试飞员坐进驾驶上 也就是这块被我特意放大了的玻璃罩子里面之后呢 阿弗洛斯特达生还真的是一如预期般的浮了起来 但是它也就能浮这么多了 一米不到正好是地面效应的高度 想要再生的话就是这样了 乱摆起来了 尽管后续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调整和实验 结果呢却并没有更好过 似乎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够阻止这只骨子里面 充满了摇滚精神的飞车 它到最后呢 都没有飞离过地面一米以上 速度也从未超过55公里每小时 只是承诺值的1%多一点点 实在有点惨啊 所以当然火速就被取消了 这么看起来啊 纳粹的飞碟 要么是技术实在是远超正常人类的水平 要么呢 它就根本是个都市传说罢了 你觉得是哪一个呢